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包公头的报复 故事是发生在我们那边的事 一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大户 儿子要娶媳妇了 他就想呢 盖上一座大点的房子 好和儿子一起住啊 当时那地还不少 想要批地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哪盖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越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他就会越信这些个 然后呢 这人家就是会越过越好 于是这家人请了附近 很有名的一位风水先生 我们这边叫做看阴阳宅的 后面呢都叫先生 那先生听说的是有真本事的人 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先是夜里边观星象并方位 然后手里边拿着锣盘 走走听听的 观看风水 最终手指一片地上 此处藏风俱气 大陆环抱 陆为水水为财 在此建坊 犹如是玉带缠腰 财运横通 大吉大利 那大户自然是对先生千恩万谢的 先生也是好处拿到手转 宾主尽欢 按照先生指点的日子 破土动工 找的这就不是本地的包工队 而是不知道从哪联系的外地人 包工头是一个老汉 看着大概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了 也不干活 就是说说这个 说说那个 很专业的一个人 这边包工队 干的是尽心尽力的 那边呢 大户可没安什么好心思 为啥不找本地的呢 结账的时候不好说 你干好了吧 你得多给点钱 干不好呢 也不能少给 而且还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的 这外地的就不一样了 干好了 想少给 他也没办法 按照规矩 这盖房子好了之后 应该先给人家结上一半的钱的 可是这大户没给 上大梁的时候 中午也要有大鱼大肉 这户人家给人吃面条 不过那包工头 什么也不争 就老实的干活 而且还是很清晰 最后工期将近了 就剩下大门口 没整好了 那包工头又来了 说 东家 马上就要上过梁了 得把钱结一下了 大户眼睛一瞪 别跟我说这个 我还不明白你这点事 等干完了活 我看活 看好了 分钱不会少你 做好的话 咱们再说 包工头也不生气 转头就走了 整个包工队 活干的还是非常卖力气的 那大户很满意 心到着 算你们十项 活要是干的好 我还真不会少给你们钱 不过这伙食还是一样的差 也没听这包工队有什么怨言 大户就当外地人好糊弄呗 不几天 一切都完工了 要多好 有多好 那大户非常的满意 工钱呢 还真是一分没少的给了 那包工头接过的钱 数了数乐了 这包工对的一个小伙子说 二子 那家伙收拾齐了 东家 没差钱 那小伙子答应了一声 开始收拾 没过一会就说道 爷 还差一把刀没找着 包工头骂了一声 指着大门道 那不是在水稻里口的吗 岁数不大 还没我老汉也之后呢 好的东家 那我们就走了啊 大户看着包工队走了 还想呢 搞建筑的怎么还用上菜刀了呢 算了 想不明白就别想 就这样 大户一家搬了进去 这起初还好呢 慢慢的是越来越不顺了 这生意总是赔钱 这下大户不干了 找员来请了那个风水先生打架去了 什么那么欲带缠腰 财运横通啊 我最近光赔钱了 你是不是骗我呢 风水先生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非要去大户的宅子里边看看 等到了地方还没进门呢 先生就问了一句 你对包工队不好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看大门的门槛离地了吗 虽然那缝不大 可是下雨天 这水也是从大门下走的 水是财 从门里向门外流 能不破财吗 赶紧的找人 把那门槛复位吧 保你今后没事 先生又补充了一句 还好 你遇到的这一个人性好的包工队 遇到个人性不好的 给你买一把菜刀 估计 这会儿你就该发丧了 说完的先生也不想留 扭头就走了 大户听完了之后 吓得寒毛都竖起来了 他的背脊一阵一阵的发凉 心到 还好钱没少给 这要是少给了钱 那菜刀是不是就留下了 故事讲到了这儿了 当然了 现在懂这些个的包工队少了 就算是有吧 也不敢随便的害人 除非 那主家腿不是东西 你别问我那菜刀怎么埋啊 这讲究也不少 搞不好 说害人不成 忠害己的 好了 这就是 包工头的报复的故事 我都这么说 我都给你了 做作用的 复兴